最好 7 8 8 8 你還記得5566 昨天在節目當中 爆了多少料嗎 許孟哲啊 反正每次出去啊 從來沒付過錢啊 要買就是 我們三個付啊 不然就是付了錢 說要先幫他付一下 然後我們之後再給你 也沒有給啊 他約我們去買的 但他沒太錢耶 隔兩天 而且他那個情況是 我在結帳 他卡準備要抓的時候 他就把他的衣服督進來了 不只刷好了 迴言聳天 信用垮臺 會 也是會走上 用耳朵的問題 所以有沒有發現 我們四個有三個會 然後一個不一定 我們這好危險的團體 所以這個團體到底會不會 好危險的團體 對 你講我不行 那我就一定要證明給你看 對 你的人生就是一直在中招 對 人家就一直要中 你不行 你就一直中 我中招了這樣 捷舞66竟然表示 炒飯滴滴百無禁忌 就是用想像的話 其實都可以 那你最想在哪裡 最想 有成績 這麼多地方 你有想在哪嗎 想在哪 理想的 既然都可以的話 那一定有一個最想的 女色影棚 真的嗎 今天告訴你 誰最愛在朋友的戀情當中 瞎攪迫 一種就是白木型 可愛的 就是真的搞不清楚狀況 而且他也完全不知道 自己打擾到別人 真的啊 對啊 就這樣 對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他就是朋友 大家好好玩 多了一個朋友 他不會想說多了一個男朋友 還要從水面相分析 學會因為工作忙 而沒時間陪另一半 如果這余瑋文是往上的 是代表可以娶到好老婆 真的啊 如果是往橫的 是代表好色 那我現在是講往下的 就是他很多很多 他說往下 對 才是我今天所講的真正 往下 就是他很忙很忙 但是對家庭很冷淡 另外從前一是要透視 你愛另一半的極致表現 一談戀愛呢 整個人呢就瞎了眼聾了 他覺得世界上呢 只有一個人就是他的另外一半 就跟他工作的夥伴呢 或任何人呢 對他來講呢 只是像一個桌子啦 或是一棵樹啦 完全沒有感覺 這麼早 你想和五六六 一起面對愛情的感情與激情嗎 不要錯過今天精彩節目喔 今天還是要問一下四位 就是我們知道 在談戀愛的時候 大家都會講一些比較肉麻的話 就例如說 你在哪裡 我在你心裡 你們有曾經講那種 比較肉麻的話嗎 在談戀愛的時候 你知道應該沒有 沒有嗎 沒有到那麼的 沒有到那麼的 用詞那麼的美這樣 不用太美 你們是想吃到普通一點的 完全想不起來 黃仁甫好像想到了 對 仁甫來想一個 沒有 我也還在想 真的嗎 嘴角都在那邊 你偷偷笑 想一下啦 我這邊一直在想 我還沒想到啦 我想到我就會講了嘛 怎麼可能 你腦筋瘋那麼快 我是在想還有什麼 他剛剛只是想到一個七十個 有啦 我們是有 我剛才是有想到一個很爛的啦 好… 就以前那種 國中時期啊 有人寫那個叫做 你的過去我來不及參與 你的未來又在 我未來管整理 我也覺得會這樣 是你寫還是別人寫給你 我看到的啦 真的嗎 講出來就會覺得怪 我永遠記得曾國成說的 好 來 他說 他說 直到遇到了你 我才知道以前的戀愛 都不叫戀愛 這是高手吧 這個 真的很高手 沒有 以前可能是高手 現在講出來 就跟這樣 應該會被揍 那這個是說方面 那行動 剛剛這個 像那個少偉就有講 他就講說 可能他就是 maybe送花或什麼的 那你有做過 最有誠意的表現嗎 我們知道這個 這個人輔 對不對 人輔就 表 是個好人 為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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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 什麼 什麼表 不是 是個好人 我是個好人 對 你是個好人 少偉呢 對 少偉呢 我頂多的這個出手 就是送花而已啦 真的嗎 最誠意的表現就是送花 其實就是 其實我覺得這種東西 比如說 送花 比如大家都會送嘛 那我覺得那個時機很重要 就讓人家覺得很貼心的 比如說你在 你在一個 他從來也不會跟你提的一個節日 或者他覺得有紀念 或有意義的日子 你送他一束花 他會覺得很感動 對 我覺得時機反而比 這些物質上的還來得重要 沒錯 就是那種 對 時機點 那種感覺對不對 那那個呢 對 孟子 我應該是屬於那種濫情人吧 什麼都不會做 表達也不會 除非說真的那個感覺來了 感覺 那你的感覺什麼時候會來 不知道 還沒有來過 沒有來過就對了 截至目前為止還沒來過 所以你還沒有送東西 也任何一個女孩子過就對了 頂多送他生日禮物 就是朋友生日的 當然生日禮物一定要送 最好都送到什麼 最好送過什麼 最貴的 最貴的 也還好就普通項鍊這樣子 有送過人家內衣嗎 很想 我很想送人家那種吊帶襪 真的嗎 對 但是一直找不到 你喜歡看人家穿吊帶襪嗎 沒有 就亂送嘛 什麼都送 好啊 我生日快到了 對啊 對啊 好 好 老師 會不會太 老師 所以你看 其實每個人這個表達 這個再說可能沒辦法 可是行動方面 可能他們還做得到 所以在這邊問一下 我們的這個高老師好了 好 從我們的開箱餐廳裡面 就有這個招說 你在愛另外一半的時候 你的極致表現 你會做些什麼 來 好 其實愛一個人的力量呢 可是很大喔 好不僅要說出來表白之外呢 還要用行動來表示喔 今天怎樣測驗呢 我們就進入你的潛意識 我們測一下 你愛另外一半的時候呢 你的極致表現會是什麼呢 看一下這個 我們今天的題目 它說 如果讓你選擇 跟你心愛情人在家裡面炒飯 你最喜歡在哪邊炒 喔 這個要思考一下 總共有幾個選項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是沙發 那第二個呢 都可以 任何地方 對不對 第三個呢 是地毯 鋪得這樣毛茸茸的很 然後可能有這個火在燒 火茸茸 當然不是燒毛毯 第四個呢 就是床上 對 好不好 這幾個地方 來 稍微應該是都可以吧 對 我一直想要選都可以 但是我想到那個地毯上 又很硬的感覺 我就覺得不舒服 我就還是選試那個在床上 床上 比較舒服 舒服一點 都可以 都可以 你都可以 你就是 任期很寬的地毯 對 不會很年輕 隨便上面也可以 各天幫忙 隨便也可以 就是這麼小一個 都可以 年輕真好 那你有比較在床 有沒有在你這邊 都可以 就是用想像的話 其實都可以 那你最想在哪裡 最想 有成績 這麼多地方 你有想在哪 想在哪 你想 既然都可以的話 那一定有一個最想 攝影棚 對啊 對 對 周老師 周老師 他已經表白了 他就在攝影棚 那會 call我 那個人物呢 床上 床上 我還滿 這個部分的話 我就還滿傳統的 我會覺得其他地方都髒 但基本上 你要全身脫光就對了 你要全身脫光就對了 對 我的想像 我覺得還是床上比較乾淨 不然其他地方很噁心 對 我會覺得髒髒 因為你都是會脫光的嘛 我不一定 大多數都會脫光嘛 有時候急了喔 有時候急了喔 都沒有脫 全世界有多少人 沒脫你是拉拉鍊而已 那這個呢 鞋子 我應該還是選床上 床上 大家都選床上 都可以真的 都可以涵跨得太廣 那我們的唐老師呢 好想知道 你也是床上 可以啦 小時候是都可以 太老了 他有關你自己的就對了 你現在坐骨神經不像 所以唐老師你也是床上 我好想知道黃老師 對 因為他比較心裡有安全感 喔對喔 我自己 我在床上 你也是在床上 我很傳統 OK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 觀眾朋友 如果選完的話 請高老師也告訴大家 你對這個 這個愛另外一半喔 你都會用什麼 極致表現來表達 好觀眾朋友選 第一個喔 在沙方上喔 有人覺得太小 有人覺得會有人按電鈴的話 如果觀眾朋友選這單 我們來看一下 你愛另外一半 極致表現呢 會是什麼喔 趕快來看 你會全心全意的愛對方 眼裡看不到別的異性喔 幾次類型的人呢 一談戀愛呢 整個人呢 就瞎了眼龍了喔 他覺得世界上呢 只有一個人 就是他的另外一半喔 就跟他工作的夥伴呢 或任何人呢 對他來講呢 只是像一個桌子啦 或是一棵樹啦 完全沒有感覺喔 這麼糟 所以觀眾朋友選這個答案呢 你只要談戀愛 你就會全心全意的愛對方 而且呢 真心誠意喔 是一個非常非常專情的情人喔 然後等一下都可以 認知很寬的 對 跟孟哲啊 跟我一樣 觀眾朋友選這個答案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兩個或是你呢 當我們愛對方的時候呢 我們的極致表現會是什麼喔 趕快來看喔 我們會買各種禮物呢 討對方開心 名下的財產呢 都可以歸給他喔 其實像我們最類型 像獅子座啦 或是你也選這個答案的時候呢 我們愛一個人的時候呢 我們會買一點小禮物的 討對方開心喔 這麼好 我們很喜歡對方那種 開心的表情喔 那慢慢慢慢 我們會覺得說 這個人可以讓我們 共度一生的時候呢 我們會把財產過給他呢 希望呢他有安全感喔 所以觀眾朋友選這個答案呢 如果你真的很愛對方的時候 你什麼財產都可以給他囉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3的在地毯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3的在地毯上 好 觀眾朋友選 第三個的話 我們都沒有人選 如果你選這個答案 我們來看一下 你愛另外一拜的極致表現呢 會是什麼喔 趕快來看喔 只要對方有需要 你願意捐自己的器官 救對方喔 這麼感動喔 哇 這個其實很好耶 對啊 其實這類型呢 真的用情很深喔 他會覺得呢 自己不重要 對方才是非常的重要喔 所以呢 他很希望對方 能夠健健康康 快快樂樂 如果對方不小心啊 如果需要什麼腎啊肝啊 肺啊 他都可以捐出去給對方 如果觀眾朋友選這個答案的時候呢 你愛對方 甚不愛自己 有的時候會忘了自己的存在喔 最多人選的4 好 對 床上 大家一定很期待喔 觀眾朋友選 跟我們大部分人一樣 如果你也選這個答案呢 是喜歡在床上的話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當你愛另外一半的時候呢 你的極致表現會是什麼喔 趕快來看喔 如果對方犯罪的話 你願意為他背黑鍋 甚至為他去坐牢 這比死還難過 孤天佛受罪 對 真的耶 其實這類情緣 當你愛上一個人的時候呢 名譽的喔 你會覺得說 你要保護他 不要受他任何的傷害喔 如果對方殺人啦 放火啦 你會覺得說 他一定不是故意的 人是我殺的喔 所以觀眾朋友選這個答案的時候呢 你愛另外一半的時候呢 你什麼都可以不要 只要對方呢 在你的安全散向呢 安全全自自在在 你才覺得說 這才是愛對方的最極致的表現 謝謝喔 這個潛能呢 其實被激發出來的時候 常常是一發不可收拾喔 所以要特別的小心喔 對 真的愛上對方 真的我會 我曾經講說喔 我真的只要愛上一個人了 即使他殺人放火 我都願意被 就是不是為 不是為他去坐牢 是跟他一起逃亡 因為都希望可以 還在外面遊蕩 例如說那種 會把女朋友說 來 我親一下 就是這種答案 真的啊 有這種吧 會不會 你們會有這種表現 每個人應該都不太對 我會覺得這樣 你很不尊重 有另外一半 你是把他當作是什麼 是那個叫來 花錢請來的還是怎樣 另外一半 怎麼有可能 欸 過來喔 就很不給他面子啊 如果是我 我會有一點 但我所謂有一點是說 我沒有辦法忍受 就是比方說我跟王少爺 他有在談公事的時候 然後我的女朋友說 沒有 我跟你說 這個是怎麼樣 就是他會一直打斷你 然後就跟你講說 你這是不對 真的 女朋友那麼笨子 有沒有換人家 對 我所謂這樣 我就沒辦法接受說 有這樣子的一個女性 就不能插話 不能打斷 我懂 就是懂得看場合吧 那私底下 我們當小男人OK啊 可是我覺得好像仁府 會有一點大人主義的感覺 我啊 對啊 應該有吧 我是屬於那種什麼 你知道嗎 我是屬於在外面有沒有 就不管講什麼事情啊 今天就算我做錯事情啊 你也要講我是對的 那就是當然 那就是大人主義啊 然後呢 但是回到家之後呢 你可以對著我拿皮鞭抽我 罵我都可以 但是在外面的時候呢 就都不行 在外面一定要給你面子就對了 你想什麼就是什麼 寶貝過來給我親一下 他也要給你過去 但是我不會 我基本上很尊重他 我反而跟仁府相反 真的嗎 你是怎樣 我在外面我是覺得 我要給女孩子面子 但是在家就反而倒過來 欺負你孩子 他要給我面子 真的嗎 因為你知道有些男生喔 他可能對那種太柔順的女生 他可能覺得就是 沒什麼個性 有些男生喜歡有個性的女生 要恰一點 你知道這種男人叫做 吃硬 對 就是見骨頭 就是吃硬不吃軟 就問一下我們的唐老師好了 從星座來看一下 什麼樣的男生星座是屬於那種 在愛情裡面 真是吃硬的 不要吃軟的 來 其實男生 誰不喜歡溫柔的女生 對啊 但是有時候不來臉硬的 這幾個男生都裝死 好不好 所以我們還是要有 適時地教訓他們一下 那到底是哪一些人欠教訓呢 我們這裡面有人上榜 有人就是不用教就很乖 可是這種感覺應該 他是愛被教訓吧 有那麼一點的味道 那這個從太陽金星來看 太陽金星 太陽金星 那太陽金星 各位我們都知道他們太陽是什麼 雙魚 鳥女 獅子跟射手 對 他們的金星就不一樣了 那鞋子的金星在雙魚 雙魚 那仁甫的金星在巨蟹 巨蟹 然後這個孟哲的金星在雙子 雙子 然後稍微是水瓶 好 太陽金星第五名 如果落到了稍微的水瓶子 有像 因為你在 你剛剛有講啊 在外面你希望就是給女生面子 是 人家對你不好 對你好你會不過癮 其實呢 對 真的耶 我覺得我受不了那種 太白衣白神 有一點點那個時候 要有一點點個性 對… 射手座喜歡有個性的人 對女生 可是呢 話又說回來 有個性她也同時會尊重她 不代表說她是因為你來硬的 反而是稍微的水瓶座 因為水瓶座其實本性是軟硬不吃 可是為什麼我們這邊讓她上榜呢 是因為你這個來硬的 你要講道理 而且你要說得過她就對 你要講得很有道理 那水瓶座完全尊重 頭腦清楚 而且很聰明的 思考邏輯很清晰的 如果你還能幫她分析到說 你這樣做 我不是為了我自己來跟你講這個事 是為了你以後跟別人相處 你這樣子是不好的 是不對的 水瓶座就乾拜下 真的耶 就像剛才我們對照 我是受不了 搞不清楚狀況 但是如果你有理的話 你能說服我 我都覺得就是OK 對 所以水瓶座是適時的 要跟她來硬的 而且你要很有道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四名 太陽驚星沒有人上榜 那如果落到摩傑座的話 也是吃硬不吃軟 真的 為什麼你來軟的 她會覺得 好啦 作為一個男生 是願意讓你一下 可是你不能老是來這一套 因為我一個朋友 她就是摩傑座 她真的以前常常 有時候對不起她女朋友 然後現在女朋友怎麼對她 她都覺得沒關係 對 因為她女朋友真的每次都跟她講說 妳以前 妳以前怎麼對我 我現在對妳是應該的 然後她就想一想 真的就是這樣 對 摩傑是走公平路線 對 可是話又說回來 如果在她心目中 那個額度已經用完了 對 你跟她來這一套就不可以了 真的啊 對 如果她有虧欠你 你跟她要回來是可以的 可是她們已經很久都這樣 那老師那個額度真的很恐怖 對 虧欠 因為講起虧欠很多 她之前是對她做了什麼 對啊 我常常聽到她們這邊 妳怎麼對我 我說 她都說 不是 到現在還在講這句話 妳現在這樣講起來額度很高耶 哇塞 妳的來應的就是要有事蹟 要有事件 這個來應的就沒有問題 妳說摩傑座是不是欠揍 一天到晚再對不起耶 有沒有 好 我們來看第三名 這個吃硬不吃軟的是誰 太陽金星如果落到了 天蠍座 其實她也吃軟 可是她也吃硬 而且妳要很硬 要比她更硬嗎 要很嚇人的硬 因為天蠍座呢 她會希望就是說 她能嚇妳的 她如果能嚇到妳 嚇到妳乖乖的 她就先嚇妳 比如說一副那種 她不怕分手的樣子 我跟你講喔 妳再這樣我就給妳分手 可是如果她發現 妳是真的要跟她講分手的時候 天蠍座就乖了 其實她不是想鬧到那個撕破臉的地步 所以妳一定不要受到她的驚嚇 反而妳要去嚇她 妳嚇到她的話 她反而就會 好啦好啦 剛剛那個都算我錯啦 所以如果妳如果表現出那種 很弱小的樣子 天蠍座就把妳夾到搞 了解 好 我們來看第二名 第二名呢就是太陽金星 如果落到了 有人上榜孟哲的 是第二名 哇塞 妳是親王 我今天很 妳幹嘛那麼愛硬 真的耶 沒有 我的感覺是 我是那種 其實也說吃硬也吃軟 因為我覺得就是兩邊公平 對 因為我尊重她 那我希望她也尊重我 我也不希望說我一直騎在她頭上 我也不想說 她一直騎在妳頭上 就是要平均一點 其實雙子座的特色就是 在互動的過程中 大家都在摸索對方的底線 所以妳一定要把底線講出來啊 妳不講我怎麼會知道妳受不了呢 譬如說她一天沒有回家 妳受得了耶 她就來試試兩天沒有回家 看妳受得了還受不了 對… 等到第三天沒有回家 妳再不警告 下次她就七天了 所以雙子座是屬於那種 妳如果縱容 她就越來越誇張 所以妳一定要 為什麼要來硬的 就是要規定她嘛 規範她嘛 我告訴妳喔 我不是要妳天天回家 可是我受不了三天以上 她一聽 那我懂了 倒不會變成天天都三天回家啦 但是她會知道說 原來妳受不了超過三天 那超過三天的話呢 我就會給妳報備一下 所以雙子座 妳一定要規定她 否則的話她會忘記規範自己 好 我們來看第一名 這個吃硬不吃軟的是誰 有人上方的 太陽金星入到了人府的 哇 真的不錯 第一名 不像耶 對啊 怎麼會這樣 真的嗎 其實女生 限定對方 就是我們真的是男生嘛 對不對 對 處女座的男生嘛 只要是女生 而且是她愛的女生 對她怎麼硬都可以 對啦 你看那個乃哥跟她老婆 對 她老婆多硬啊 乃哥多怕 真的喔 真的 其實處女座這個星座 是屬於那種 她很喜歡去照顧對方 很喜歡去體貼對方 所以對方一定要表現事實的 幼稚 無能 或者是那個不懂事 這樣處女座才會覺得 我有東西教你 我告訴你 你應該怎麼做 你應該怎麼做 所以什麼叫來應的呢 簡單講就是 停止成長啦 或者是表現得很幼稚啦 或者是 適時地讓處女座知道說 你不要亂來 你亂來我就不要你了 其實處女座 她聽到這種話 她會很高興 她會覺得 你真的對我有感覺 你真的在意我 對 處女座反而有點犯賤 你就是覺得 對…就是這樣子 你才是在意我的 所以 處女座如果你寵她 你開始規定 你開始是 你怎麼樣都可以 或者是你不照顧我 不要… 從來沒有人對我這麼好 你如果比她更犯賤的話 那處女座就會覺得 那我對你那麼好幹嘛 對 我幹嘛 要對你這種不值的人 要對你好的人 那我是笨蛋嗎 對 處女座反而會有這種 相反的想法 就像她說的有叛逆性 所以妳跟她來應的 就沒錯了 太陽晶晶落到 這五個星座的男生 都是屬於事實 都要應一下的 請你們參考一下囉 當然我們在講 這個談戀愛的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 你們每個人工作 真的都非常忙 有沒有忙到說這個 沒辦法 就是跟另外一半 就是培養一些 就是基本上的一些感情 那你們通常都會 用什麼方式來維繫 如果真的這麼忙的話 如果真的又 交到一個女朋友的話 你覺得是用打電話呢 還是送禮物啦 還是用什麼方式 你們覺得 還是一次 不要說另一半吧 陪家人的時間都不夠多 對 怎麼辦 還是工作啊 當然就只能 比方說睡覺前聊一聊 培養一下這樣 就是睡覺前 然後聊一下 之前發生的事情 對 那那個呢 仁甫呢 我的話我覺得 以我的立場來講 我會覺得 其實我不會耶 就不會 我工作上來講 工作當然忙是一定的嘛 但我會很厲害的運用 比如說中間 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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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檔的時間啊 然後或者是說 欸 我今天稍微有一個小空檔 比如說今天是十點通告 八點到十點 有兩個小時 對 那我們也可以出來喝個咖啡啊 什麼什麼 我是屬於這種的 就除了睡覺時間 跟工作時間之外 那我其他時間 那我會利用嗎 就通通都陪你 很有心 對 那那個呢 我跟鞋子差不多吧 你也是這樣子 都會利用時間 而且我一定要 撥一些時間給我的朋友 我沒辦法說 全部都給我的 工作或是什麼的 嗯哼 了解 好 那這個呢 我發現如果真的想一想 沒有時間陪人家 或者是照顧人家 乾脆就先不要交 對 很典型 這個是最典型的 對啊 我會衡量說自己的狀況 因為我是覺得 如果要交往的話 一定就是要陪人家嘛 然後花時間跟他去吃飯啊 就像仁武這樣 然後就跟他喝個咖啡 那如果你連自己的時間都沒有 你去交一個女朋友 那他就 很可憐 很可憐 所以在這邊呢 問一下我們的黃老師好了 這個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其實會註定 就是一直在工作 而沒有這個 時間去陪伴另外一方面的 另外一半的 其實這個手面相 會有一些特徵 問一下我們的黃老師了 好 來 我們今天是用手面相來看 你甚至很忙 忙到沒有時間 跟他一半相處在一起 那事實上 我們剛剛仁武也講過 你再忙再忙 事實上也可以打個電話 對 或者一起喝個喝杯咖啡 其實還是可以的 只是說 我現在講的這幾些 這一些人 比較於傾向於 他真的忙到那樣的程度 而且呢 我們講 有的人真的是真的忙 而不能陪 有的人是假的忙 他是藉口 他比如說他覺得沒有必要 為什麼何必天天黏在一起 或者說有在一起 就一個禮拜一次就要 何必到每天的程度 所以說各種不同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是哪種長相 首先第一個是眉靈骨 或者叫眉冷骨都可以 眉靈骨特別突起來 就是這個地方 眉毛下面這塊骨頭 特別突起來的人 這種突起來人 他是真正的忙 他真的是所謂的精力充沛 沒有事情 他還趕快要找事情來忙 這一點來講的話 目前來看的話 叫孟哲最明顯 孟哲 孟哲 側面是吧 孟哲 剛好就是眉毛下面這塊骨頭突起來 最明顯 這一塊對不對 這一塊 以男孩子來講 其實多數少少 每個人都會突出來一點 那像這個孟哲這麼突的 又他是好的 他是忙得有成就 那在忙的過程中 那真的有時候真的忙到 真的沒有時間 總會有這個時候 那就是說 並不是說他完全不賠 只是賠的時間 會越來越少一點 會有這樣的現象 那喉結這個過大 他就是屬於不好的 他還是忙 這是白忙 瞎忙一陣 但是我這裡講 一定要一看去太大才算 否則我們每個人都有 對啊 每個人都有 我真的沒否解 沒有 因為太大 為什麼忙 你知道嗎 忙得看一陣子 沒有 看耶 這麼大一陣 那個是要去看醫生好不好 那是健體來 所以也是忙 他也是忙 我們講這個很特別 看得很明顯大 甚至有的還長毛 在長在這一邊 對 如果長毛那個是還 就是那種天生白忙 我剛剛講過 他忙到之後他不去陪 他這不是不是 他沒時間陪 他是不願意陪 因為這種人 我們講他跟六親之間 比較有行客 或者跟六親之間 事實上就比較很淡 很淡 但不想在一起 有些人還想說 我這邊長一根毛 就是智慧毛 我是想太多 那也是忙過頭 而且還沒有結婚 白忙 白忙一場 是指他的整個很多 他喉結很大 很多毛才算 只有一根的不算 黃老師有這種人嗎 還沒進化完成吧 沒有 他平常如果刮乾淨還好 有的沒有刮乾淨 他會整個長到這邊 然後這個特別大的 他一吞口水的時候 這裡感覺上 會這樣動 上下動的那種 那這種他還是忙到沒有時間陪 但是他不是 他是純粹不想 他方便他白忙之外 他不想跟他的另外一半在一起 所以這種突然家庭也並不是很好 親情也並不是很好 好 那我們其實看第二種 這是用手相來看的 就是叫做勞碌線 勞碌線 什麼叫勞碌線呢 在我們的手上 生命線裡面會有一條線 就叫貴人線 那純粹的貴人線 例如說鞋子它有貴人線 但它貴人線很好 沒有問題 就是它那貴人線 真的可以遇到很多的貴人 來幫助它 那我現在講的是 貴人線上面有一痕一痕之後 它就變成叫做勞碌線了 就是它天生很勞碌 但這個勞碌我們講 可能有的是心理 遇到事情它就定不下來 嫌不下來 稱為勞碌線 那這個貴人線呢 也代表 男女之間看他的另外一半的一條線看法 對 例如說男生看太太 女生看先生 那這條線被破壞 就是它沒有跟另外一半相處 但是它又這樣子 又叫勞碌線 所以這種線呢 這個就是典型的 又勞碌 又沒有時間陪伴的 屬於這方面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 那個太細了就不必論 太細就還好 對 你貴人線有 但是旁邊這個橫橫的 當然不是 橫橫的那太細不必論 我的都很粗 你的粗呢 你是整個手 你的手上尾是整個手 整個手都粗 你的是忙到不可開機 整個手都粗也就沒有關係 就不是我這台手講 我這一個 好 那我們看一下最後一項 最後一項呢 當然年紀大一點才會出現 就是因為它 臉上的紋路太年輕 還不會出現 我想現在應該大 不想很快 像我這一個 就是從余尾紋很多 而且是往下的 這個時候才算 余尾紋多一定就是忙 勞碌出來 但是要往下 那我說明一下 這余尾紋 差不多30多歲之後 會漸漸的出現 如果這余尾紋是往上的 是代表他可以娶到好老婆 真的啊 如果是往橫的 是代表好色 那我現在是講往下的 就是他很多人都說往下 才是我今天所講的這一個 往下的 就是他很忙很忙 但是對家庭很冷淡 甚至他會怪他的老婆 怪他的老公 拖劣他 就是覺得說我這麼努力這麼忙 為什麼最後都沒有什麼結果 沒有存到什麼錢 是因為老婆幫我拖劣 他老婆欠人家錢 我的老婆很會花錢 替老婆去付錢 所以他才會這個地方會往下 所以這個大家得看一下 這幾點 好 在這邊還是要問一下 因為你知道嗎 沒空陪對方已經還滿慘了 你知道嗎 而且如果說碰到一種 就是在朋友來瞎繳禍的 那更慘 但我有碰過那種 沒有很常碰到 就是他那個男生有沒有 對 交太多女生了 然後我出來瞎繳禍 真的嗎 什麼意思 因為我就幫他忙 幫他 不是不是幫他 是解救他 他不要跟那麼多女生 真的喔 因為這男生就交了很多個女朋友 對 然後我就出來瞎繳禍 在中間跟那個 就是跟他講說 他什麼什麼在忙 然後我就故意害這個男生 因為他們是用網路在聊天 是的 然後他就聊天了 那一半就走掉了 然後換你 然後我就接手 我就繼續幫他聊下去 然後聊一大堆 有的沒有的五四三 真的耶 那女的後來就哭了 好可憐 其實我有小孩了 你要不要當我小孩的媽 什麼 好 真的嗎 我就一直跟他聊聊 你介不介意我的小孩子 叫你媽媽 你知道嗎 其實我就是那種 一定是 可是我跟你講 我真的無心 我一定要講 我無心 而且我不曉得我是電燈泡 因為我一個朋友 他跟他的男朋友 就是那種很久很久才能吃 就是可能一個月真的只能見一次面 可是那一次面大概也是幾個小時的時間 這麼忙 對 因為他們可能就是 也不是 就是因為那時候可能就 相隔兩地 不是外商公司 那時候他們好像也是學生 沒有時間 然後就是相隔兩地 那甚至還有因為父母的反對 喔 父母反對 所以他們已經很 對 就是偷偷見面 那你知道那種更珍奇對不對 而且一個月見一次面 然後呢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他們見面的那一天 正好是我出現的時候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就拿了一大堆火鍋料 沒有說 我們來吃火鍋 欸 你在啊 我還說 你男朋友到了 他說對啊對啊 然後男朋友這樣 就瞪他女朋友這樣 我拿起來 我拿起來 然後你拿 我拿起來 我拿起來 吃火鍋吃很快 吃完他就會走 我們就給你們在一起 然後他朋友說 好吧 我們就開始吃 睡完一下 對 然後我就吃了 就開始吃 我們在那邊吃 吃完真的大家吃完了 那吃完之後呢 他男朋友已經吃得太脹了 看電視 就睡著了 就睡著 就在旁邊這樣 就跟我 就跟那個 就跟我朋友講說 我差點要講出來 就跟我朋友講說 我先睡一下 然後等一下他左腳我起來 然後 然後他就說 好 那你先睡 你先睡 然後他們就躺在沙發這樣睡 然後正好我跟我朋友兩個人 在那邊吃火鍋 然後吃差不多 他已經睡了兩個小時 然後他男朋友就起來這樣 我還在 然後他就說 你醒來啊 要不要繼續吃我 我幫你弄 他們的朋友心都涼了 就這樣 然後就對著我朋友說 我先走了 然後我就說 你怎麼快就要走了 是啊 到底要不要走 可是我跟妳講 我真的就沒走啊 可是我不是故意的 好 這是第一個故事對不對 第二個故事又來了 還有話 沒有 不然 下個月又出現啊 不是 下個月又出現 可是我又好死不死又來了 我又叮咚叮咚 然後後來男朋友說 他又來了 然後後來那個 我朋友就想說 沒關係 沒關係 這次我知道 我們兩個坐在床上 他就知道意思了 他就知道意思了 他就會走了 他真的 他就會走了 然後他們兩個 我就發現他們兩個不在客廳 我就去房間敲他們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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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兩個在房間 你在幹嘛啊 然後後來我就很白目 然後男朋友就跟他兩個 就坐在床上說 是啊 我們在房間怎麼樣 我說你在幹嘛 然後他們兩個就說 我們在看那個啊 看錄影帶啊 是喔 在看什麼錄影帶啊 然後我真的 我就跟他們一起看 我就把他們兩個剝開 我跟他們 我就 我就跟著他們 就推 我就把他們兩個推開 然後就說 我們一起看嘛 然後我就坐在床上 三個人坐在床上 一起看錄影帶 然後看完之後 他男朋友就說 我先坐在床上 沒有 你也在吃起來 那個女人 好像是不是妳 根本就是妳喜歡那個男人 沒有 我真的不是故意 而且這個狀況 是我在事隔多年之後 我才知道 真的嗎 我們都跟妳不熟 所以像這樣子的話 來問一下我們的這個唐老師 這是什麼樣的星座人 他在這個 會喜歡在他朋友裡面 這個戀情裡面 一直瞎繳禍的 這個瞎繳禍到底是誰呢 大家都應該已經知道 第一名在哪裡了 太陽水星的星都要參考了 那那個我們太陽都是知道的 我們就簡略不說了 那水星的話呢 鞋子是在水瓶座 那仁甫是在心裡座 那孟哲是心裡座 那水星那個 稍微是摩羯座 天瓶座 為什麼呢 其實他也不是故意的 因為他常常會覺得 幫助別人是一件好事 那有時候呢 如果人家會說 到時候就麻煩你幫一下忙 他一接到這個指令 他就會一直覺得 他非要幫你不可 所以呢 包括你的練習 只要你沒有喊停 他都會覺得 要不要幫忙 要不要出點主意 是不是又有需要我的地方 對 所以等到你們 戀情從無到有 已經開始漸漸步入成熟 開始討厭電燈泡的時候 對 你就會開始覺得 你這個天瓶座可以停了吧 然後還會繼續就對了 但記得喔 你一定要叫他停 要不然天瓶座 就會繼續干擾下去 對 他一直不會停就對了 對… 因為他會覺得 這是他的責任 他其實也很痛苦 你叫他停 他會很高興 對 他也不想攪獲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四名 太陽 水星 如果落到了 牡羊座的話 記住 牡羊座為什麼會瞎繳禍呢 一定是你跟他訴苦 一定是你跟他講說 他對我好壞喔 他每次都欺負我 牡羊座說 欺負你 來…我去找他理論 對 怎麼可以這樣欺負你呢 而且你如果說 你覺得好像你太多了 這樣子你會害到我們分手 對 你不要跟他講 不行 怎麼可以不跟他講 來… 我過去… 我過去… 你不要出面沒關係 你怕了對不對 我來… 真的喔 對 這真的很像小刀 比方說我跟… 就有什麼自己私底下的事 然後跟小刀訴苦 哇 這個我來幫你處 事實上你也沒有要他幫忙 結果他隔兩天 我跟你講鞋子 我搞定 小刀就是這樣 你搞定什麼 天啊 真的很恐怖 小刀好熱心喔 對啊 所以千萬不要跟他訴苦 因為你跟他訴苦他就忍不住那個正義感就來了 你一定要跟他講 其實沒有那麼糟啦 其實我已經都搞定了啦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名 太陽 水星 如果錄到了 邪技效仿了 喔 終於出現了 你嘛 我覺得我好像還好 其實雙魚座就是那種很喜歡觀察別人的那一種 而且呢 其實他對於那種情感流動當中那種很細節的變化 他覺得有趣極了 所以就很喜歡追問進度 比如說他明明覺得你們兩個應該已經分過了吧 只是在我面前裝青球 對 他就會說分過了沒 分過了沒嘛 分過了沒嘛 到什麼程度了 到什麼程度了 那如果那兩個人還在否認 雙魚座就會覺得 好好笑 還在否認 我一定要讓他們出個巧桌 所以雙魚座是屬於那種 他完全知道劇情的發展 可是他就是要你親口承認的那一種 而且他喜歡看戲 就很討厭 人家在彈琴說欸 你幹嘛進來一起要看 對 我剛剛問邪志說你會不會講話 他說我不會 我只是在旁邊靜靜的待著 我都不會多話 問題是你也沒有走開 對啊 但我會一直在那 比方說就一直聽這樣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 太陽 水星 我們這裡又有一個人的想法 你覺得我要中 不是 不是 孟哲 是 連上兩個耶 你很恐怖欸 你很恐怖欸 你就是愛攪貨 你是在俗稱攪貨咖吧 對啊 可能還是他一直罵我 但我這個還不算頂級 你那個才頂級 攪貨達人 水瓶 水瓶座是屬於那種 有求必應型的 你如果跟他講 保證收購服務 對不對還會保證收購服務 而且水瓶座是 對別人的事情 比對自己的事情 還要熱心 別人的戀情 他覺得比自己的戀愛 還要有意思 然後還有正義感 會跳出來講 自己的戀愛不就這樣嗎 對 但是是朋友的戀愛 眼睛就當得亮起來 為什麼需要幫忙的地方嗎 因為愛看戲 而且又很喜歡牽線 你要是跟他說 幫我介紹男朋友或女朋友 他就會說 你喜歡什麼樣型的 真的嗎 對 對 他就開始收清他的資料庫 喜歡身高多少了 那樣這個就不行 那樣那個可以喔 那收入好 重不重要 不重要 長相呢也不重要 他媽媽就告訴你 我有三個人選 跟電腦一樣 好 我們來看第一名 這個瞎繳獲的是誰 太陽水星 王家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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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準 超準 這個一開始我就拍第一名 攪獲達人 可是我真的不曉得啦 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那時候真的 我在講第一名 應該是雙子的時候 我們開運小組也說 對 我竟然跟你拍貨貴了 好 為什麼呢 雙子的時候分兩種 一種就是白木型 可愛的 就是真的搞不清楚狀況 而且他也完全不知道 自己打擾到別人 真的啊 對啊 就這樣 對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他就是朋友 大家好好玩 多了一個朋友 他不會想說多了一個男朋友 我覺得都是朋友啊 沒差啊 然後反正雙子座 自己也是這樣的人 就他談了戀愛以後 他也是呼朋引伴 大家一起出來玩 不是嗎 那另外還有一種 不是白木型人 那另外一種就是 唯恐天下不亂行 我也有這種 嗜好耶 因為我朋友都叫我拍狗耶 什麼嗜好 真的 我朋友都說我是拍狗 有時候雙子座就是那種 你叫我不要跟 我偏要跟 是耶 我想 你叫我不要吵 我偏要吵 好嗨喔 你叫我不要說 我偏要說 而且我要挑戰 有效果的時候說 然後全部人都翻臉 好玩喔 對 這前五名的人 都有這個角局的傾向 大家都注意啦 OK 好 從我們的風水DIY來看看 如何趕走 孫雲的小偏方 來 好 先講一下 你有孫雲才用這個方法 我提出來給你做參考 如果你覺得你最近很好 你就不必做這些事情 沒錯 你覺得最近各種很倒楣 就是我們廟裡面 通常前面會有兩隻獅子 那個獅子的作用 本來就是震煞的 把煞氣不好的東西把它化解掉的 所以如果說你是天主要基督教 你也不要理這些事 如果說你是傳統的道教佛教 如果你覺得最近很倒楣 你可以到廟前面那個獅子的地方 男的 它獅子一定是左邊公的 右邊母的 公母怎麼看呢 公的一定是玩那個球 母的是玩那個小獅子 是 你注意看 廟的前面一定有兩隻 兩隻不一樣的 那你是男生的話 就去摸左邊的男的獅子的頭 石頭嘛 石頭的獅子 那如果你是女的 就去摸右邊的母的獅子的頭 摸一摸 就希望用它的力量來化解 把這個倒楣的事情把它化解掉 好 所以這個小偏方提供給所有的朋友 做個參考啦 好 在這邊 不過我們要謝謝我們的五五六六 來到我們的節目裡面來 那要祝福各位了 好不好 所以趕快過去 請支持我們的新歌加金選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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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演一個反親負名的志士 對 他們別人說 這是一個 你終於演一個正派的大俠囉 對啊 我反親負名的手段 是以上騙八旗的女人為目的 讓他們都懷害人的種 然後我們這個漢子 是不是走播種路線就對了 對 真的 你現場 你現在想要做什麼 所以簡而言之 他們說你去北京演什麼 我就說你演農夫 播種 在世界的任何角落 您可以透過東森衛視 及e-titter day網站 收看本節目 這麼久 對 身長 適合